才會一眼看出來它是怎麼個結構 這一動是最容易看得出來的 你看看他們先用木頭去搭行架 搭了行架以後再用竹片 竹片在中間幹什麼呢 當作鋼筋 然後外面再用泥乳跟稻草混在一起 再附在它的表面 它可以做隔熱的還有隔音的用途 還有一個保濕 那它的兩側 最後呢泥巴上了以後再上什麼 上雨林板 就是你們看到黑色的 然後一片搭的一片一片搭一片 從上往下橫著搭的 那就是雨林板 那基本上這就是一個他們基本的結構 就是這個樣子日式房子 那台灣是什麼樣呢 台灣會用把那個泥塊 把泥塊直接做成磚 等它乾了又一個一個去堆疊 那是台灣的工法 那日本它是用糊的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另外呢 人的部分給各位特別介紹一下 這一位是潘老太太 原來叫聖元豆漿店 那這邊開豆漿店也開很久了 人非常的爽 爽嘛 因為它有3D血統 兩個金頭 雖然七十幾歲 很愛跟年輕男生講話 那大家都知道它的特色 那 它是跟法院和解 其實我們這些和解戶都是不得已 沒有人該願要走的啦 其實就是跟他和解 和解以後 到最後變成他自己 法院會叫我們自己拆屋 那你想想看自己 你猜自己 當然幾十年前可能跟老公 一起蓋的房子 那可能老公也死了 那個都有很多 那懷念在裡面啊 那看他灌手在挖 當天就氣死了 後來有財官事件 就是這一家 攀家開始了 我喜歡鑽小巷 大家回去一點 我覺得小巷最好玩